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三年一学作文的时候就开始学了 叫总分总 为什么要用这个结构呢 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传说有一天苏格拉底到河边的一个采石场看工人采石头 于是他发现一个工人很不开心 就去问他说 你在这干嘛呢 工人说没看见吗 我在采石头啊 但是他看到这个工人旁边另一个工人 干得很很嗨 很高兴 他又过去问了 你在干什么 那个工人说 你知道吗 我们在建一个漂亮的教堂 就是这样一个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 当你告诉别人一个整个大的框架的时候 你自己会很快乐 别人也会感受到你的快乐 那么在我们在做PPT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首先把你要讲什么 这样一个大的框架 也就是大的教堂 展现在别人的面前 然后我们再把它细化 一直细化到每一个石头 那么在一个PPT里面 我们把它分成三个主要部分 就是总分总三个这主要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主要的目的 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什么东西 第二部分是我们每个部分的分论点 也就是具体的内容 那么最后一部分要有一个总结 在这个总结里面 我们不但要复述我们前面的内容 还要把整个的东西加以一个提升 其实看上去真的就好像我们写作文这种三端论一样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PPT的目的 大家可能都读过这张小说读啦啦 那里面倡导我们说要写一个smart的这种目的 S呢是specific 就是有独特的 measure是measurable 这个每一个字母它都有特别的意义 那么实际上这五个字母组合起来就是说 特别的 可以测量的 特定时间的 可以实现的等等 这样的一个目的是很难写出来的 就像我说 我是做科学家的 那么宁可千万别让科学家告诉您 何时何地 您能发现什么东西 发明什么东西 这种时候太难了 我当时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同学 我问他 我说你的博士论文是什么 他冲我呵呵笑笑 告诉我说 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找外星人的 我倒是立马就笑了 我说您老可怎么毕业呀 好在他跟我说 他们只是研发一种技术 这种技术将来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外星人 否则的话 你想想 他的这个项目怎么可能做到smart 那么我们如果具体到一个具体的PPT里面 我们说他的目的 大家不妨做一个填空题 这个填空题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关于什么什么的项目 关于什么什么的汇报 关于什么什么的总结 就OK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分论点 在分论点里面呢 告诉大家一个小的窍门 这个窍门我把它叫总结为简单完整句 也就是说我号召大家在PPT的每一页里面的这个标题 写一句叫简单完整句 什么叫简单 简单呢 我总结就是说一行能够写下的 什么叫完整 有主为宾 而且观点简单明确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 当你有一摞很厚的PPT交给老板的时候 他可以很快的就过掉你PPT里面 所有的内容 比如说我原来在百事工作 我们那有一个领导 从前是汇报给百事现在的CEO Indra Nui 那么他跟我们讲过说 我们经常给Indra Nui讲PPT的时候 经常我们讲到第十页 老板就来问一个第七十几页的问题 那么如果你没有把你的PPT的主要的观点 写在每一页的title的话 就是我们标题的时候 那么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实现的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如果我们一个PPT的标题叫做八月份的销售 那么老板是不是要再具体的看你这一页具体的内容 才能知道你八月份是完成任务了 还是没完成任务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题目写作 八月份销售超额完成5% 那么老板可能会很快的就过掉这个PPT 而且嘴上是带上笑容的 那么如果你告诉老板说 市场回暖 八月份超额完成5% 那么老板还知道了你前面的原因 那么正是这样的一种PPT 可以帮助老板在五分钟内 哪怕上百页的PPT也能在五分钟内 明白你所有的观点 我们都知道在职场里面 老板是我们最重要的利害关系人 那么帮助他节约时间 他肯定会很开心 那么他开心了 你职场必然是一帆风顺 我们再来看一看 如何把我们的分论点表达清楚 在整个的一个PPT里面 我们经常会遇到两种PPT 一种是比较短的 那么这种短的PPT 恐怕比如说二十页 三十页这样的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要做一个大的项目的汇报 这时候可能PPT会有七八十页 甚至上百页 那么在这两种情况里面 我们需要分别不同的对待 如果是一个短的PPT 我们只需要用简单的完整句 把每一章节梳理清楚 同时用一些颜色或者图标之类的 把我们的章节表示清楚 那么如果是一个长的PPT呢 我们这里面呢就需要穿插一些 这种我们叫做章节分割页 在章节分割页里面 我们有一个主要的标题 后面的分论点也同样需要简单完整句表述清楚 我们再来看一看整个的总结 总结很多朋友会用这样的办法 他们说OK 我们前面有一个内容的介绍 我总结的时候 我只要把内容介绍 整个再过一遍就OK了 实际上这是远远不够的 在我们的总结里面 实际上有很多的步骤 第一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要梳理我们前面讲的内容 梳理的同时 而且是要把逻辑梳理清楚 不单单是内容 梳理完逻辑以后呢 我们就需要问听众 是不是你同意我们的观点 那么在这一步之后 我们还要有一个提升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要把球抛给听众 问他们说 你们有什么问题 那么你们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同意 下一步我们如何做 或者问问老板 您认为这个项目 可以开始给我们播预算了吗 那么通过的这一个总结 我们相当于把项目传递到了下一步 所以呢 刚才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什么叫总分总结构 以及总分总结构的主要目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一个总分总结构的这个PPT 长成什么样子 先给大家看一看 我前面提到的一个米质零食的项目 那么在这个项目里呢 我们看到这个首页 在这个内容概括页里面呢 你会发现整个项目 我们包含了三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呢 就是原材料 在这里面我们用一个这个 稻谷的这个图片 加了一个绿色的框 然后呢是工艺开发 在这里面我们用了一个米饼表示 最后呢是新的口味的开发 在这里面我们放了一个调料盒 你会发现每一个图片 我们都用一个不同的颜色 把它框起来 比如说原材料这张 我们呢就可以用一个绿色的这个图片 然后加一个黄色条 这跟我们前面是匹配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标题里面 我们是这样写式的 首先原材料三个字 表示了这一张是写原材料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写了一句 简单完整句 是这样写的 采用全天然有机原料 满足消费者需求 那么所有的关键点 都在这一句里面表示了出来 我们再挪到下一张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短的PPT 那么我们并没有在里面 穿插所谓的章节分割页 我们只是通过这种图片的改变 线条分割 分割线条的颜色的改变 来进行梳理 那么第二张 比如说有一页叫公益改进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提出了最小的投入 最大的产出 最后一页也是类似的做法 我们把新口味开发 写了开发全新的口味 来满足本土化的需求 在整个的总结页里面 我们不忘感激我们的团队 还记得吗 我们在说整个的 一开始的章节页的时候 我们说要把这个荣誉 分别给做项目的人 写PPT的人和讲PPT的人 那么当我们在一个项目结束的 这种PPT的最后一页 一定要记得感谢团队 以及所有支持这个项目的人 也许他们是背后的英雄 也许是一个送盒饭的小贩 那么我们一定要把这种 感谢传递给他们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美剧 这是一个美国的真人秀 已经拍了很多季 英文叫The Apprentice 中文翻译成飞黄腾达 在这个美剧里面 每一集他们都分成两个小组 做一些小的项目 项目的结束 他们的项目经理会代表项目团队 来向这个老板展示 他们做的结果 有的时候这个项目经理 就会很不失趣 怎么呢 他会一直在说 我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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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摄像师很坏 他会把镜头一转 大家就会看到 在他站在他身后的项目团队的表情 就好像前两天 我们在网上看到 五刀杠背后的 那个小孩子的表情一样 撇着嘴 满眼的不服气 可想而知 当这个项目经理回到团队 继续下一个项目的时候 整个团队将会如何对待他 有些人会说 说做项目嘛 无非就是项目成功 或者项目失败 我告诉你 您错了 在书中一开始 我就会提到 当时我刚刚进百事的时候 问一位技术大牛说 如果我们项目失败了 怎么办 他很奇怪地看着我说 你是指那些没有上市的产品吗 我说是啊是啊 如果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 但是最后产品没有上市 谁来承担责任 他告诉我说 例子你知道吗 其实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失败的项目 我们总是会从前面的项目里面 学到我们小要的东西 为我们今后的项目做铺垫 从他那里我知道了 真的世界上没有失败的项目 那么项目的两个结果是什么 在我看来 项目的两个结果 无非是项目团队下回还愿意跟你玩 还是项目团队下回再也不愿意跟你玩 这跟项目是否成功 几乎完全没有关系 有的时候项目成功了 而项目经理说 我我我我我 或者项目团队之间争风吃醋 那么这永远不会让大家成为一个高兴的团体 而如果哪怕项目失败了 我们一起奋斗过 没关系 大家跌倒了再爬起来 我们下一次重头再来 那么在我们做PPT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有的时候所有的工作是团队在一起完成的 有太多的人支持我们 太多的人帮助我们走到今天 那么我们一定要感谢他们 那么我也想在这里面 感谢今天在幕后帮助我拍摄这个视频的人 感谢帮我出这本小书的所有的幕后工作人员 我有一个朋友是做销售类培训的 他一天找到我说 艾莉子帮我改改我的一个PPT吧 我一听好啊 在这个PPT里面呢 我们采用了一个军事方面的颜色 比如说大家看到一个迷彩的颜色 那么我用了三种不同的迷彩颜色 来代表它的三个主要的部分 棕色迷彩的部分呢 我们讲述的是整体的构思 我们用蓝色的部分表示具体的内容 以及用绿色的呢 表示它这个培训如何实施的细节 它这个PPT真是老长了 有100多页 那么呢 我就给它加入了 中间加入了一些 我们叫做章节分割页 在这些章节分割页里面呢 我首先用一个大的图片 表示了这一个章节 然后最重要的是 大家看到右上角 我用了一个特别代表这个章节的 这个迷彩的颜色 来表示这个章节 那么在整个这一个章节里面 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迷彩的颜色 帮大家梳理清楚思路 很多人很好奇啊 来告诉我说 Lisa 你能不能给我们看看 你当时去美国参加比赛的时候的PPT 讲老实话 那个PPT真的是土的吊章 因为已经很多年过去了 我们的硬件提高了 我们的软件提高了 我自己PPT的水平也提高了 那个时候 我可不懂什么叫雷人的主标题 也不懂这么多的窍门能够帮助我吸引眼球 那么那个时候我会做的是什么呢 我会做一个清晰的结构 那么不妨在这里面我就给大家看一看 我当年代表学校参加presentation演讲比赛的时候 用的那个模板 这个模板是我自己做的 那么可能看上去像我说的 今天看上去会很土 不过我会发现就是这样一个模板里面 它包括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的要素 比如说我们会在前面的框里面 提出整个我们这一章的内容 而且我用了不同的颜色来表示不同的章节 我用了一个简单的完整句 来表达每一页的内容 同时在最后呢 我提出了整个会议的名字 你也可能看到了在这个模板里面 还有一个小蜜蜂做来分割 这个小蜜蜂呢恰恰是我们学校的吉祥物 也就是体现了我是代表学校来参加这个比赛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元素很简单 但是表达了我们所有要表达的内容 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呢 我把它总结为八个C 八个以C开头的单词 那么这八个C分别是 comments 我们的意见 count 数字 comparation 比较 change 变化 course 趋势 creature 这里我用生物来代表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 以及concept 概念 conclusion 结论 实际上为什么我会总结成这八个C呢 是受到了我们一个同事的启发 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同事 他告诉我在新加坡 嫁人要找五个C的 这五个C分别是 现金 cash 信用卡 credit card 车 car 房子 condominium 以及他们那里非常时髦的富人俱乐部的会员 club 那么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拜金了 那么在这里我只是想借用这个概念 来看看在PPT里面 我们如何通过八个C来表达出我们所需要的整个内容 这八个C的内容 实际上我们有几种手段来表达 我在这里面把它总结成一个五角大楼 我们主要有五种手段来表达 第一是文字 第二是图表 第三是表格 第四是图片 第五是动画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五角大楼式的东西 把我们所有的这几个C的内容表达出来 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五角大楼的概念呢 实际上这个是受到了德鲁克的启发 德鲁克在讲创新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 创新有七种方法 这七种方法就像一个有七面墙的房子一样 每个方向有一面窗户 当我们打开一扇窗户的时候 我们对的主要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们彼此之间是有交叉的 同样在PPT里面我们有五种手段 那么这五种手段对应的主要的表达的C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们之间也有一些交叉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五个表达的方法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文字的表达 这也是我们所有表达里面最关键最重要的部分 在文字表达里面 我给大家说要克服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开始说的 标气文字墙 也就是我们原来说的word搬家这件事 那么这样的话呢 会让你的PPT看上去很臃肿 没有结构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是很多人会把句子写得很长 结构很复杂 其实每当我看到很长很复杂的句子的时候 我总会想到在北京东三环有一座楼 这个楼真的结构很复杂 当时它正在盖的时候 就有居民跑到这个当地部门 反应说 大家注意啊 你们有没有看到在东三环上有一个楼 它盖越盖越外 大家都知道这正是中央电视台那个大楼 那么我们也知道 有一天晚上它发生了悲剧 那么正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结构 我们说它可能会引发很多的问题 第三件事我想说说 我们的文字表达不要学周杰伦 可能有些人说了 PPT跟周杰伦会怎么会扯上关系 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 还是我和我那个小外甥之间的故事 外甥两年前初一正在换生 男孩子正在换生 他特别喜欢唱歌 尤其特别喜欢周杰伦 而且他的电脑呢 都是家里人淘汰的电脑给他用 一个破音箱 一个破喇叭 加上他的破罗嗓子 唱着周杰伦的歌 给全家人都要搞崩溃了 我老妈是天天跟他说 别唱了别唱了吵死了 忽然有一天回家 我也累了 闲得没事跟孩子聊聊天 我说孩子啊 给我看看你 天天哼哼哑哑都在唱什么 然后呢 他就把歌词调出来给我看了 我一看歌词自己傻了 我才发现原来孩子哼哼唧唧唱的 是中华传统美德 我才知道原来周杰伦的歌词 写的是这么的美 于是我把我妈叫来 我说您知道吗 我们错怪孩子了 外申一听这话 更兴奋了 呼啦啦的给我找出来 好多周杰伦的歌词 然后我也看出来 其实周杰伦的歌词写的真美 可是之前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 我们追究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我们要怪罪周杰伦 他在表达的时候 并没有把歌词唱清楚 那么我们也要怪罪自己 就是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歌的时候 我们直接怪罪了孩子 而没有去问问他 歌词是什么 所以在我们站在我们的舞台上面 讲我们PPT的时候 表述我们观点的时候 千万记得把你的话说清楚 把你的歌词说清楚 在这儿可千万别学周杰伦 而如果您是坐在台下 听PPT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听清楚 是不是也可以举手问一问 您讲的我没有听清楚 能不能再给我讲一遍 那么最后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做PPT的时候 千万不要有错别字 比如说有人说 这个在网上贴了很多很逗的帖子 鸡蛋罐饼的罐 写成了煤气罐的罐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知道 错字闹了太多太多的笑话 千万在你的PPT里面 不要出现错字 可是您也说了 错字这种东西 其实真的是在所难免 我们英文里面可能有些拼写的 这种纠正的软件 那么我们中文里面呢 有的时候这个拼写的时候 自动的冒出来的字就是错的 给大家讲一个我这个书闹的笑话 当时我这个书第一版书的时候 在前沿部分有个插图 这个插图呢 我们是想说 我希望大家以一个快乐的心情对待职场 职场就像一座大山 当你把快乐的声音传递给他的时候 你听到的回声就是快乐的 于是我下了这么一个结论 我说在职场里面我们要虚怀弱骨 结果没想到这个插画师写了这样的一个错字 写成了胸怀弱骨 于是一个读者给我来信说 哎 例子啊 一个女孩子家的胸怀弱骨也太可怕 那么大家就知道 实际上这虽然听上去是一个笑话 有的时候真的是会给逆者很大的麻烦 那么我们也就是知道了说 在文字表达里面 千万不要有错别字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文字表达的四个 主要不要犯的错误 第一 不要弃文字墙 第二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结构 不能太复杂 第三 要清楚地表达 不要学周杰伦 第四 我们要不要写错别字 在这里提醒您 您不妨把您的PPT放上一宿 然后再回来检查这四点 下面来看一看文字表达里面 在我们书写过程中 有哪些容易犯的错误 第一个 给您提醒提醒字体和字号的问题 我们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很多人喜欢从网上下载一些字体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有一次做PPT 弄了一堆的毛体 开始他还很拽 跟我们说 看我今儿PPT多漂亮 结果讲到第三页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该讲什么了 因为他自己都认不清楚那些毛体了 那么在PPT里面提醒大家 我们建议大家 在正文里面 用一些粗细一致的字体 而在这种比如说标题里面 我们可以稍微的加一些这种艺术的元素 而那些非常艺术的一些字体呢 我们建议大家只做装饰用途 比如说在这里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几种字体 在这里面正文里面 我自己认为 微软雅黑是一个非常好的字体 又漂亮 粗细又一致 为什么用这种字体呢 我们比较一下送体和仿送 那么这种字体 它有粗有细 其实平时倒没有关系了 但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讲Wear的时候 说我们要检查设备 有的时候我们会赶上那种 老掉牙的这种投影仪 投影到屏幕上的时候呢 发现如果我们用仿送 这样粗细不一致的字体的时候 细道不见了 而粗细一致的字体 就会避免这样的错误 那么标题呢 大家可以比如说 卫碑形态 这都是不错的字体 而那种什么 琥珀啊 彩云啊 这样的字体 建议大家尽可能少用 另外也提醒大家 如果你的PPT 是要被传来传去的 而不是一次性的 在你的电脑上展示的话 建议大家 还是用标准字库的字体 会为大家省去很多的麻烦 因为如果你用了一个特别的 从某个地方下载的字体的时候 当它转到另一台电脑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整个字体变掉了 那么整个格式都会乱成一片 我们都知道字体里面包含了很多我们的感情 那么如果整个的字体都变掉了 你整个的功夫都白费了 同时说完中文 我们再来讲一讲英文 英文里我们也有同样类似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举了几个 大家都很熟悉的商标的例子 先来看这个纽约时报 你会发现 多亏我知道它是纽约时报 否则的话就凭我这英语 可真的认不出这几个字母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一看迪斯尼 迪斯尼这个字体好漂亮 很多人都喜欢去上网 把这个字体下载起来 可是这个字体就像所有的手写字体一样 有一个问题 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 认不全 不好认 那么这种字体呢 也不适合我们平时PPT正文的表达 也只能做装饰作用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维基百科 这个字体就类似于我们中文里的防送一样 是粗膝不均匀的 那么也会有类似我们刚才提到的问题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infinity 那么这个字体呢 看上去好像粗细一致 也很漂亮 不过它排得有点松 这一松呢就有一个问题 会让人家觉得有点昏昏欲睡 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看海尔 海尔这个字体呢 我们认为还是比较合适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粗细一致 然后排斑也比较好看 所以呢在这里面呢 我们建议大家用Arial 或者Calibrate 类似这样的字体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下这个字体 请看这里面 我们发现在正文里面呢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要用这种粗细一致的字体 在我们的标题里面 可以有一些小的装饰性 那么最后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艺术化的东西 作为点缀 作为装饰 再来说一说字号 字号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 有的人的PPT密密麻麻 有很多很多的字 后面的人看不清楚 这样也会影响我们的交流 那么什么样的字号才是最好的呢 实际上在我们装修这个会议室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会议室的长度和我们屏幕的对角线 大概是一个1比7或者1比8的关系 而我们平时 比如说大家有一个1.0的这个视力 那么我们看这个屏幕 我们就可以反算出我们相应的字号是多少 那么这个字号呢 在这里给大家推荐 在中文里面 我们推荐的字号是24到32号 那么如果你说我的内容真的很多 我必须缩小字号 那么也千万要注意 不要缩小到16号字体以下 而如果英文呢 英文和中文的这个字号 稍微会有一些小的差别 那么在这里面呢 英文里面给大家推荐 32到28号的字体 同样如果你说内容很多 我也建议你们 字号千万不要小于20号字 否则的话你写了也是白写 因为别人根本就看不见 刚才讲了这么多都在讲文字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表格 表格在我看来 实际上是PPT的第一大杀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因为表格里面 经常有很多很多的信息 我们经常会看到 有人会啪的一下 把一个PPT 一个很满很满的表格 贴到PPT上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听众有两种姿势 一种是身子往前探 使劲地在看你在讲什么 另一种人就干脆放弃 往椅子瓶上一躺 为什么 因为大家看不见 既然看不见 我也就不关心你在说什么 这个时候演讲者会怎么样呢 他会说 我知道大家看不见 其实吧 我只想说其中的一点 那我就要问你了 你既然只想说其中的一点 你为什么不把它单独地提出来 给大家讲这一点呢 表格只有在 必须用表格表达的时候 我们才要放表格 那么什么时候是必须要用表格呢 就是我们有一些数字 绝对数量的对比 在这个时候我们用表格 比如说我们要比较一下 奥运会各个国家得了多少块金牌 这个时候我们用表格 那么在表格的表达上面 我们也是有一些技巧的 有些人会拿到一个表格 直接就说 大家从这个表格里面 得到了ABC结论 别人还没有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您就已经跳到了结论 这是不对的 在表格的表达里面 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顺序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个表格 看看这个表格 我们应该如何来表达 我们在这里面呢 看到了一个是我们做的一个 关于消费者洗衣习惯的调查 在这个调查里面 我们分别分为冬天和夏天 告诉消费者 来调查消费者他的习习惯 那么从这个表格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冬天洗衣的频率比较低 在夏天的洗衣频率比较高 那么这样一个 我们以这样一个表格为例子 来告诉大家一个表格 应该怎么表输 实际上它是分步骤的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告诉别人 这是一个关于什么的表格 第二步 也就是我们要告诉别人 横的这个行 纵的和列分别代表什么 第三步 我们要解释表格的内容 然后通过这些内容 我们引导到结论 那么我们就以这个为例子 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应该怎么表述这个表格 请看大屏幕 在这个表格里面 我们主要调查了 这个消费者冬天和夏天的洗衣习惯 我们每一行呢 分别呢 代表洗衣七次及七次以上 每周七次及七次以上 四到六次 两到三次 一次及一次以下 最后我们算出一个平均值 那么我们分别调查了冬天和夏天 两种情况 那么通过我们的调查 我们发现在冬天 57%的人洗两到三次衣服 而在夏天大多数人 也就是说超过80%的人 会每天都洗衣服 于是我们得到结论说 通过这个洗频率 我们发现在冬天 平均大家每周洗三次衣服 而夏天 大家每周洗七次衣服 也就是说 在冬天 我们的洗频率要低 在夏天要高 也就是说 我们的洗衣粉的销售旺季 会是在夏天 大家应该从这个顺序里面 看到了我是怎么一步一步的 从表格引到数字 再引到结论 这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 而不是一下子跳到结论 同样图表也有类似的方法 那么在图表里面 强烈建议大家 图表要尽可能的简单 前两天我一个同事问我说 例子你不是特会做PPT吗 你帮我这么个忙吧 我有一个图表 里面有15条线 你说我怎么把它区分开呢 我先问了他这么一个问题 我说你先告诉我 你能区分出15种颜色吗 他想 嗯 这事有点难 那么虽然我们在图表里面 可以有颜色 形状 线条的这种排列组合 但是在APPT里面 我们不可能把这么多的线条 这么多的观点揉在一起 那么怎么做呢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 我的基本的经验值 这个经验值就是说 每一个图千万不要超过 三到五条线 如果超过了这么多条线 希望你能够把它进行有效的拆分 那么在表达我们的图表的时候 我们也是类似于表格 有一个具体的步骤 现在我演示给大家看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一个某一个路口 车流量的这么一个调查的图 在这个图里面呢 我们用黑色代表汽车 粉色代表自行车 绿色代表行人 我们调查了这个路口 24小时车流通过的情况 横坐标是时间 纵坐标是数量 那么通过这个趋势图 我们发现在这个路口 有两个高峰期 一个呢是早上 一个是晚上 分别是早上八点到十点 晚上十七点到二十一点 那么大家也会注意到说 我是先解释了整个的图是什么 横纵坐标是什么 趋势是什么 再调到结论 那么这样呢 就给大家了一个什么感觉 是我一步一步的 把听众的手放在我的手里 领着大家得到结论 而不是啪看到这幅图 马上就说 哎亲爱的 这就是结论 PPT里面还有动画和图片 我们呢 把这两部分放在下面一张 跟大家一块挖掘一下 他们能帮我们做些什么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讲内容填充的时候 还有一点重要的内容 比如说颜色 讲到颜色 我们不得不从色环开始 色环是什么东西 就是把我们周围接触的可见光 用一个360度的这种色环 连续地分布起来 我们把色环上面的各种对应的颜色 起了不同的名字 比如说180度的关系 我们把它叫做互补色 135度的关系 我们把它叫做对比色 而90度的关系 我们把它叫做临近色 45度的关系 我们把它叫做同类色 好像听上去有点复杂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用一个紫色的封底 作为PPT的模板 我们看看在这个紫色的封底上面 我们写什么样的字 最符合我们一般的习惯 首先我们在上面写了一个黄色的字 黄色和紫色在色环里 正好是180度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说的互补色 在这时候你会发现 哇 这个黄色好乍眼 那么我们会看到 这样的对比呢 不太适合在一个紫色的封底上来写标题 而适合什么呢 而适合强调 就是我们比如说 圈一些小的圈圈 圈一些重要的地方 我们可以用这种互补色 我们再来看看这135度的关系 那么与紫色对应的135度的关系呢 有两个颜色 一个呢是绿色 一个呢是橙色 这两种颜色写在紫色的底上面 我们会觉得很舒服 它又很清楚 而且不眨眼 所以这种关系呢 就非常适合我们用来写标题 我们再来看一看90度的关系 与紫色乘90度关系的是橙红色 看到这个页的这个设计 你就会发现 嗯 这样不太适合 封面的这个设计 那么这种关系适合什么呢 适合我们整个模板的设计 有一个整体的颜色的风格 最后我们来看看45度这种同类色 你会发现 如果我们在紫色的封面 写上蓝色的字的话 真的就好像我们当时 查色盲卡的那种卡片一样 这是不合适的 那么颜色说完以后呢 我们再来简单的 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整个PPT 我们版式的设计 给大家推荐一本小书 这本小书叫做 写给大家的设计书 实际上这本书 是在我出版完自己的书以后 自己才看到的 学得有点晚 不过今天还不晚 我想把我的学习成果 分享给大家 这本小书里面给大家 总结了非常简单的 四个排版的原则 如果你掌握这四个原则 保证你排版的 基本的原则是不会错的 而且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那么这四个原则是什么呢 第一个原则就是对比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 不同重量级的东西 把它区分开来 第二个原则是重复 所谓的重复 也就是我们要有一个 整个模板的一致性 让大家看上去 符合一个常规的阅读习惯 第三个呢 是对齐 就是说我们在一个PPT里面 会有很多的元素 文字啦 表格啦 图片呀 动画呀 这里面我们有很多 对齐的要素 最后一个呢 我们把它叫做亲密性 就是我们要把相关的内容 结合在一起 也是方箭大家的阅读 如何通过这四个办法 把我们的版式变漂亮 在这里面我做了一页 可能听上去有点搞笑的PPT 我把它叫做 中国足球冲突亚洲走向世界 指日可待 为什么做这样一页PPT 这页PPT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 非常看上去 没有任何亮点的PPT 给它通过我们刚才说的 四个办法梳理清楚 那么在这个PPT里面呢 我们有三个主要观点 第一 我们有好的体质做保障 我们有优秀的教练队伍 以及最后 我们有良好的后备队员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四个方法 看看 就这样一个小的变化 你会看到 首先我们有了对比 那么这个对比呢 就是我们标题会很明显 然后每一个章节会有对比 同时我们用蓝色和红色 把我们的这个部分强调出来 紧跟着我们有重复 所谓的重复呢 就是我们你们会看到 有一个节奏感 那么就是每一章节 它的这个结构是一致性的 对齐 我们从原来杂乱无章的 这个变成了有一条线 从标题到内容 有一条对齐的线 亲密性 大家会发现 每一个重点的内容里面 我们结合在一起 同时换行来表示 我们换到了下一部分的内容 那么就是这四个 非常非常简单的原则 把我们整个的这个东西 能够变得更professional 更专业 更漂亮 那么呢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在这一章节里面 给大家分享的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总分总 把我们的结构搭清楚 然后跟大家分享了 我们有几个C需要表达 那么我们可以有五种办法 来对应每一个C 以及我们在这几种办法里面 首先文字要有很多的注意的事项 同时比如说颜色也有注意事项 然后我们的这个排版方式 有注意事项 同时我们也跟大家提到了 图表和表格的表达 那么你会问说 我们还有动画 还有图片 那么这些东西的注意事项是什么呢 我们后面会跟大家分享 那么从第一章我们讲 PPT的重要性 讲五个W准备 到第二章我们讲这个标题 讲PPT的第一页 到这一章呢 我们讲到了PPT的框架 以及填一些基本的文字类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PPT已经可以展现在别人的面前 但是你会发现 这样的PPT还不够生动 那么在接下来的一章里面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如何让你的PPT具有娱乐精神 如何让你的PPT快乐起来 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讲到这儿 我们下一期再见 其实有的时候呢 我们看微软的模板很漂亮 那么它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来拆分一下 现在的这个模板 首先在这个模板的一侧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颜色 来调节这个模板的颜色 那么同时呢 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模板视图 我们会发现 实际上这样一个漂亮的模板呢 它只是几个形状堆积在一起 我们不妨把这个形状进行拆分 那么在每一个形状里面 我们都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修改 实际上我们发现 这个呢就是三个颜色框进行排列的 那么我们可以分别改变它们的颜色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实际上这个 做一个模板还是很容易的 感谢什么 感谢什么